刚才你也有提到新经济股的跌幅方面 其实今天真的是领跌 科治也要失手8000点 原因就是市场本身想着反垄断已经接近尾声 毕竟阿里、美团和腾讯都已经出现的反垄断消息 但最新的广东省市监局宣布会加大对大型互联网平台 而选一大数据杀数和封禁等行为的执行法则 下半年的报处来说新经济股接连的监管行为来说 下半年是不是不如不要碰了呢 其实也未至少不要碰了 因为市场要再弹上去或者有新行情 真的要靠新经济股就叫科技股来这个带动 因为其实你就算见到上一次我们六个月头的时候 或者近期的一个向上突破 就是上星期的突破都是靠科技股向上或者有个明显反弹 恒指才有机会做好 所以现在来说一些科技股份是对恒指的影响度干预到 基本上不落划决 但我想就像刚刚共省也有新的一些规管 接下来会陆续出台 但我觉得又未知这么悲观的 因为你说二选一大数据杀数这类的行为 其实已经在内地方面大家已经很乖地慢慢执行 所以现在来说只是呼应内地方面 之前来说这些监管的措施 未必会有很大影响 因为我想现时就算之前反弄断问题 也是因为二选一相关一些问题去到干预了 所以现在来说很多大型的网企 在二选一或者大数据杀数的情况 其实他们都会好好执行内地方面的反弄断的行为 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未知这么悲观的 只是市场方面都还未曾有一个信心这么快回来 那么解释 嗯 未至于这么悲观 那有没有说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美团腾讯和阿里这个相关的消息都已经出了 那你自己觉得不悲观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推荐哪一只好一些呢 拼它反弹 如果三只来说 其实也是恒指方面最重磅的其中三只之一 但是当然你说我们买下去 随时你说这个反弄断的问题 那各样哪一只会有受牵连呢 好实际上就真的难估 既然这么难估的话 我就不建议大家放在一个篮里面 不如分散一点点 那上个星期都提过了 好像你说买回恒生科指ETF的一些产品 其实可以就是将这个风险就分散得比较好 那其实也都可以就是 使大家那个部署上可以更加之灵活 因为就算你说 就是腾讯爸爸或者一只美团 你买齐它 那其实你的成本都超过10万元以上 那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你说能够分散在其他一些ETF的产品 也都是可以少住慢慢吸收的话 我觉得就投资部署上会较为之理想 也都可以比较光明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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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